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新版本讲解 这是7.24b的新版本讲解 那么这个版本用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版本讲解的话 就是它得到了巨大的加强 坚胜得到了巨大的加强 因为它没有被削弱 好了 我们来看正式的更新文档 首先来说一下在这个版本当中所有的英雄几乎都是得到了一个削弱 改动的英雄都是削弱 然后说一下这个游戏性更新里面 护腕 暗灭 还有散尸 漩涡这几个道具 除了暗灭以外 其他的这个几个道具都是一个非常直白的数值上的一个削弱 只有暗灭这个道具 它是把攻击力提升了10点之多 然后把这个护甲降低 从7点减少到6点 这个改动有很多人说是暗灭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削弱 其实我倒认为不一定 因为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暗灭这个道具以前的只加50点攻击力 什么概念呢 两个秘银锤本身就加48 也就是说这个枯尾之石这个道具一共就只给它增加了2点攻击力 合成以后 所以还是很亏的 但是现在它选择是减少了一点点 一点这个护甲的降低 但是增加了10点攻击力 让这一个枯尾之石给 秘银锤所带来的攻击力提升从2点变成了12点 再结合现在的这个版本 在最新版本当中 散尸同样作为一个价格差不太多的物理输出装 那么它的数值是直接被削弱 从50点砍到了40点这个萧兰 那么它的增加的物理伤害也是从40变成了32 这样的话等于它减少了大概10点伤害 它增加了大概10点的一个物理伤害 那么这个道具到底孰清孰众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比赛的实战 以及英雄的一些选举 比如有些英雄原来适合去出散尸 但是这个英雄可能他有暴击 现在出暗灭可能来的更划算一些 关于这点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等暗灭再飞一会儿 波二这个道具不用多说了 那么一直在被砍 它的这个魔抗村出来以后一直在被砍 主要是实在是太厉害 那这个道具不堪不行 然后说一下英雄 首先呢还是先说一下剑胜得到了巨大的加强 然后再说一下正式改动的英雄 伐木机的魂星护甲这个改动的看似很厉害 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算一样的话 会发现在现在跟以前对比 那么在不考虑天赋的前提下 满级满层的护甲差距跟以前只差了2.4的护甲 这个对于一个动辄护甲来到4050点的伐木机而言真的是不疼不痒 所以这个削弱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给忽略掉 小强这个穿刺的技能 它的这个改动非常的巧妙 那他把这个每一集的旋律时间改掉了0.2秒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改动对于小强这个英雄会产生一个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可能只是看这个时间不绝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小强都是罗允星锤的 这0.2秒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小强这个英雄现在不要认为他改掉了这个技能的旋律时间以后 加上天赋不能实现无限旋律 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无缝旋律的 大家可以看我这里一直在开BKB 但是这个BKB是开不出来的 因为他一定会被在开BKB之前就被这个技能晕住 但是他为什么说改变的很巧 就是你现在如果想要去实现一个无缝的接允星锤 需要有一个操作技巧 就是你需要离对方足够远 因为小强的这个穿刺它是有一个弹道速度的 这个技能在弹道出去以后 他就可以马上开始有允星锤 但对方的悬晕时间是从被穿刺起来的一瞬间就开始计算 所以如果你离对方太近的话 会因为对方过早的受到这个技能的悬晕影响 而让你的允星锤没有办法实现无缝的一个悬晕 再给大家引试一下 这一波我就是可以看出来BKB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 换句话说 这0.2秒的改动看似好像时间改的不长 但是对于小强这个英雄的一个使用 会产生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就是关于小强的一个削弱 至于哈斯卡和小狗这两个英雄的削弱 哈斯卡的削弱其实我没看懂 因为这个英雄其实胜率在比赛当中还是仍然很低 至于小狗的话 他的攻速最近有点过快了 那么可能客人觉得不太舒适 所以让他的力度和这个速度都降低了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小狗的英雄也是因为这 呃过肉的这个特点 那么得到一点点不疼不痒的削弱 实际上这个对于现在的小狗而言 真的影响不大 真的影响不大 你只要改的不是他的基础攻击间隔 只是去改掉他的一个基础的攻击速度 这个就没有什么影响 小狗的护甲呢 由于以前的护甲太高了 再加上他投掷的这个施法距离过远 所以现在也是把他的长大 大招的这个护甲提升去砍掉了一些 然后把投掷这个技能的施法距离砍了一些 那这个砍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游走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满级其实是一样的 三级的这个施法距离跟以前就只差50了 但是一级差了150 这样的话就让小小这个英雄像以前那样 我直接一上来一级跑到你这个塔后面 然后从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尤其是对中路 我恨不得能够从这个你对方家的一塔扔到我自己家一塔这个位置 然后让对方的英雄被击杀掉 现在就不能做到了 因为一级这个施法距离还是砍了很多 帕克心血之痕的施法距离砍掉一些 这个削弱我觉得还是做的非常合理的 因为心血之痕这个技能现在对于帕克而言实在是过强了有一点 尤其是配合25级天赋以后 就算不配合25级天赋 这个自带350的位移也是让帕克的逃生能力和切入战场以及骁傲能力又提升的过多了 也就是说在他的物理虽然被削弱了一部分以后 但是法系提升了有点变态 那么这个削弱还是可以接受 至于大鱼就比较惨了 对吧 刚刚活起来的一个英雄 现在深海中基的伤害也砍了 手一冲刺咬蓝了 然后大招的一个剪甲也被削弱了 也就是说他把大鱼这个英雄再次从一个热门英雄砍成了一个 很有可能这段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无人问津的这么一个存在 因为他全面被削弱 当然这大鱼这个英雄现在仍然可以上场 主要他可以上场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 他削弱的不够狠 而是因为没有英雄被加强 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上场的空间 只不过不会像之前那么火了 老奶奶的削弱还是比较在点上的 龙岩饼干这个技能的旋律时间呢 在满集的时候被削了一点点 前面的差距不是很大 蜥蜴绝稳的伤害从一级二百到减到了一百六 后边两级我们可以不看 后边两级可以不看 为什么呢 狄岩角手这个英雄本身升级就慢 他最 强的时间就是在六级到十二级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对方英雄装备还没有起来 血量不够高 那么这个大招二百点一下 那么直接吐好多好多好多下 对吧 吐八下这个技能他的总伤害有点过分了 那么现在把他的伤害从二百变成了一百六 那么这个对于前期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个影响并不是说现在老奶奶六级的时候大招都没有用了 他的问题不在于六级都是没有用了 而在于老奶奶这个英雄到十级左右的时候 他的一个大招效果会收益非常低 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大哥位可能都已经到达了15级 甚至更高的等级 甚至可能bkb都已经到手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二级和三级大招对于战场上的一个实际影响不会那么巨大 应该说这个砍的还是比较在点上的 事实上他其实只要把一级的这个伤害砍一点 后边两级不用砍这么多 那对于游戏的影响真的不大 小精灵 小精灵也是惨啊 也是惨 他的这个回复量 那不知道这个是谁改的 但是小精灵这个英雄可能大家发现现在小精灵去带奶推套路的话 尤其是在配合现在的中低物品 那么这个奶推推起来确实很难守 所以小精灵又是被极大的削弱 他这个过载技能回复量满级直接被砍了0.2% 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砍了20%啊 那这个技能本身是1%被砍到0.8% 还是有点狠的 虚无之灵的基础移速减少了5点 这样的话让子猫这个英雄在游戏的前期 他在跟一些英雄进行一个互相的追杀和逃生的时候会稍微吃一点点的亏 但是仍然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英雄初始移速都是200多 在这个敏捷加移速以后 那么很多英雄的初始移速都被砍到200多 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移速还是可以接受 蝙蝠和小鹿这两个英雄算是 我个人觉得被砍废了 那蝙蝠他的练破击这个技能原本现在蝙蝠很多时候是需要依靠前期蝶油 然后用这个1技能 就对对方进行一个消耗 但是现在把他的1级的持续时间从4秒直接砍到了2秒钟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技能前期根本没有加他的必要 因为没有用了这个技能突然间就变了 原来利用蝶油蝶完了以后 我扔一个这个瓶子上去以后 我能烧掉对方很多血 现在烧掉对方的血量 直接打了一个对折 那你说这个技能前期加的还有啥用 或者是你干脆就把他给加满 你前期就干脆主加他 然后呢把这个技能尽早的去加到三级 这样的话他跟以前持续时间就一样了 或者你干脆给他加到四级 比以前持续时间还长 但是这个对于蝙蝠其实整个的一个使用思路和套路上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至于效果最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去印证 至于小鹿这个英雄 他原本初期的蓝量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就不是很够用 那直接把他推进这个技能的一级蓝号从40增加到65 跟要他的命没什么区别 小鹿这英雄未来可能不会再成为一抢的一个热门英雄 因为蓝真的不够用 所以我觉得他成为一个一抢的热门不太可能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英雄 他还是有上场的一个存在的必要 比如说打对方的老陈 只不过他应该是会从一手去抢 变成三四手去补的这样一个角色 好了 那么关于7.24b新版本的讲解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桑达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好 即将要进行的下一届比赛呢 是minor的比赛 也就是刺锦赛 那个比赛还是在基辅 比赛的时间呢 估计跟刚刚结束的这个weplay的比赛开始时间差不太多 在这里先体验给大家打声招呼 另外下一个major 洛杉矶major 好像bilibili那边是买了版权 这样的话 如果是虎牙bilibili和火猫三个平台都买了版权的话 那我可能会考虑去bilibili给大家直播 在这里给大家体验说一声 好了 我是桑桑达书 咱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大